四年前 我听到一个关于北京大学女学生 在上海的提兰桥监狱 用自己的鲜血 书写了大量永烈的 充满人道激情的血书 最后被监狱秘密枪决的故事 这个女学生的名字叫林昭 那时我是第一次听到 这个名字 1957年的反右运动之后 整个中国大陆都停止了思想 并生活在谎言与恐怖之中 是这个女孩开始进行了独立的思考 在狱中 当她被剥夺了笔和纸的情况下 她用发卡当笔 刺破自己的手指 在墙上 在衬衣上 书写血的文章与诗歌 这个故事 使我最后做出一个决定 放弃我的工作 去远方 寻找林昭 飘逝的灵魂 我们去访问你 那个监狱的医生呢 说了 他是从病床上拖出去 他看到他从病床上拉出去 抢住这型抢住的 他是从哪一个病床上被拖走的 他监狱的这种卫生室 也不叫医院嘛 就是那个病床住的地方 他好像还住那种肺病的肺 结合肺病一类的这个病床 在柱子院就被拖走 就在病床上 病床上拖出去墙 他说好像是伤 至于拿到 就是拖到什么地方墙里呢 他说不清楚 那是什么监狱的病床 提兰桥 提兰桥 这个医生是提兰桥的监狱医生 他因为我们作为私人访问 作为他的亲友私人访问他 我们也没有带上了介绍信 讲的时候 还有很多故事 在我见到的这份监狱为林昭加刑的报告中 这样写道 关押期间 林昭用发卡 竹签等物 千百次的戳破皮肉 用污血 书写了几十万字 内容极为反动 极为恶毒的信件 笔记和日记 公开污蔑社会主义制度 是抢光每一个人 作为人的一切的恐怖制度 是血腥的极权制度 他把自己说成是 反对暴政的自由战士和年轻反抗者 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各项政治活动 进行了系统的极为恶毒的污蔑 林昭在他称为红色的牢狱中度过了八年 在他的文稿中这样写道 我经历了地狱中最最恐怖 最最血腥的地狱 我经历了比死亡本身 更千百倍的惨痛的死亡 当案内不能发的 它是死规定 这是高级法院 高等法院有批示的 这个不能法案本 因为这个东西里头呢 主要的原因 它因为里面都是 一方面是自己的日记 一方面是控诉 一方面是有不少的丝 有不少的 主要是里面 骂了毛 他的骂得很厉害 骂得十分 他们叫做悟公嘛 十分 乎的公寓 十分厉害 所以不能发展在这个地方 林昭在狱中留下了大量的诗歌 他针对毛泽东的诗 在狱中的《雪诗提议》里写道 双龙敖战 玄奸黄 怨恨赵元 赴大江 岛海鲁莲金正西 横宿阿满 凯当康 只应设计 弓梨树 拿许山河 撕帝王 汉残神州 赤子穴 汪延正道 是沧桑 林昭 1932年12月生于苏州 中学就读于苏州 井海教会学校 并积极热忱地参加了共产党的组织 林昭的档案是这样记录的 被告林昭 33岁 苏州市人 出身为官吏 本人学生 原北京大学学生 1958年 沦为右派分子 留校查看 1959年 借口养病 反护不归 普钱 驻本市 茂名南路 159弄11号 判20年 在另一章 林昭家庭及历史情况中说 母系苏州市民革委员 政协委员 早年参加过共产党 后又参加国民党 抗日战争时期 协同林昭一起坐过牢 父系伟官吏 反革命管制分子 管制期间 畏罪自杀 在这里 补充一点 林昭父亲的资料 林昭父亲彭国言 早年在英国留学 1922年 考入东南大学 主修政治经济 1926年 毕业论人士 爱尔兰自由邦 宪法竖评 1928年9月 在国民政府举办的 第一届县长考试中 或第一名 被任命为 苏州无县县长 林昭同年市的家 已被大规模的城市改造 拆掉了 你们在教会学校的课程是怎样安排的 课程全部跟这个国民政府办法的当时的国民政府啊 办法的这个教学大康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不懂的就是 他比较对英语的课程稍微多一点 英语的课程多一些 玩一个东西 学生每个礼拜天 要到礼拜堂去做礼拜 这是运行规律 就是你不信教的人 也都要跟他这个学校的安排 上礼拜堂做礼拜 那当时你啊林昭啊是不是也都要去 也都要去 这个这个免不了 没办法的 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礼拜的形势 最后对林昭是不是有什么影响 这个我没有想过 但是我想这种 我是社会影响的 因为我的家庭本身就是基督徒 在这一个时期 作为共产党秘密组织的成员 林昭以他少年时就显露出来的文学天赋 撰文抨击国民党腐败政治 热情参加地下党组织的话剧一演 成为苏州城防司令部黑名单上的人 1949年6月 他不听母亲让他去美国留学的劝告 与家庭决裂 考入中共苏南新闻专科学校 1950年8月 苏南新砖的学生全部下到基层支援地方工作 林昭参加了土改工作队 深入到苏南农村 土改就是让你们下去 把地主的地分给老百姓 整个这个过程叫土改是吧 还有把最要紧的 把地主的威风打下去 林昭在给朋友倪俊雄的信中写道 土改谁都知道 是我们巩固祖国的一个重要环节 我们的岗位是战斗岗位 这样一想 工作不努力 怎么也对不起党和人民 那要枪的一个地主 要发动一大片一大片的群众 原来不敢说出来的一些话 都说出来 就请控诉 彻底的灭了地主的威风 然后呢 叫四大财产 土地跟牛鱼粮防射 世大财产 就是分给老百姓 现在真是义无所求 就对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 我心中只有一颗红心 我知道我在这里 他却在北京或莫斯科 每一想起他 我便感到激动 当时他对毛泽东是非常的 虔诚到基点 你看称他是父亲 毛泽东西万岁这个口号怎么来的 1950年 五一节的口号 那个时候刚开始搞口号 你知道吧 五一节十一节都公布口号 过去有这个传统 五一节的口号里面 毛泽东西万岁最后一句话 他自己加的 诸老总的秘书揭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毛泽东发展了列宁斯大林 阶级斗争的理论 在全国开展了一个接一个的政治斗争 和思想改造运动 使得知识分子和家庭出身不好的人 都产生了一种深深的负罪感 林昭在给倪敬雄的信中写道 对家庭看法问题 我只单纯的看父母近日来信 一改过去 如后的论调 甚为进步 因此就肯定他们不是反革命分子 经过团内同志们的帮助启发 才使我认识到 为反东派做事 这本身就是一种罪恶 更使我认识到 自己的政治水平 接接意识 离开党的标准 还很远 他写给我的信 也是不写领造 就画一个小帽 这个人 讲话他不绕人 不绕人 但是他不讲白信话 他也不做白信事 他这个家 他的这个画力 很凤利 但是他讲理 不是不讲理 这是林昭参加土改时 所工作过的太昌八里乡 你这个房子 你为谁房子 你什么 什么 我记得 原来土改工作队 住在这里的教堂里 现在 教堂被移为平地 那里面慢慢的 我们就打枪啊 平平旁嘛 打枪 打枪呢 那个摩斯呢 就出来说话了 说你们违反共同港令 共同港令 人民权 中意新教自由 你们破坏我们新教自由 哈哈哈哈 现在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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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后来投赶还是投赶的 那后来林昭是怎么说的啊 林昭呢 他的那个摩斯就就在你们违反共同港令啊 那个 黄林昭呢 就站出来说了 十点空中港令啊 十一千教自由 自由啊 但是呢 中央要通知 土改集结 宗教活动也办要停止 要停止 这样呢 他那么适合了 这个 这个 这个是他 他还是这个 这个 一九五二年 参加完土改工作的林昭 以干部的身份 分配到长州民报工作 在这里 他深入到工人之中 撰写了大量的报道 一九五四年 林昭以江苏省最优异的成绩 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并在红楼杂志社任诗歌编辑 笑着 这两条小店 我说的是男式的小店 就是他们那个南方人 当时的店子都是这么挂出来的 也就到这 他这穿的一件白色的衬衫 然后这是那工裤 我们叫工人裤 就这带一个背带 背带 但是这有一个兜兜的 就这有一个兜兜的那种 就是南方人 而且裁剪是非常好的那种 上海的那种裁工 那种做工 张老师当时就是你们四个 就是在这里照的 大家都管得叫林姑娘 而且我觉得她当时那种样 走起路来很轻柔的那样 就像林黛玉里边形容的那几首词 就是 闲境寺浇花绕水 行动寺若柳 吟风 泪光点点 娇喘吁吁 林昭那种衣服 在当时从上海来 还是挺时髦的呢 她很喜欢喝酒 所以我今天 真的是白酒 我那首诗里头不是写的 就是说有的时候 没饮宴 总能忘记类亲尊吗 我还要给她缠一点 其实她没有酒量 其实她没有什么酒量的 一点也没想到 她后来会是那样的一种脏 这是五十年代 沈泽宜在卫明湖畔追求林昭时唱过的一支歌 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 叫我如何不想 1956年 1956年 国际共产主义大家庭 形势骤变 在苏联 赫鲁晓夫做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在波兰 匈牙利 爆发了知识分子领导的民主运动 而秘密报告 也在中国的知识界悄悄流传 这使得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开始警觉 针对国际形势的变化 毛泽东在国内设定了引车出动的方案 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说 党报正面文章扫登 大字报必须让群众反驳 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 向党提意见 尽量使右派吐出一些毒素来 灯在报上 可以让他们向学生演讲 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 最好让反动的教授 讲师 助教 以及学生大吐毒素 畅所一员 他们是最好的教员 他只对他自己的主观与客观负责 他认识的主观 他认识的客观 我个人只对这个东西负责 别的我都不管 毛是真名对 有人说这是阴谋 我们说这是阳谋 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 牛鬼蛇神 只有让他们出笼 才好歼灭他们 总之 这是一场大战 不打胜这一仗 社会主义是见不成的 而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 在毛泽东引蛇出动的阳谋中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 张元勋 沈泽宜 在5月19号贴出了 用诗写的是时候了的大字报 揭开了北大519民主运动的序幕 是时候了 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 一起都泄到纸上 不要背地的不平 背地的愤慨 背地的忧伤 心中的甜酸苦辣 都抖出来 渐渐天光 即使批评和指责 寄予搬落到头上 新生的草木 从不害怕太阳照耀 我的事随之火炬 烧毁一切人事的番礼 他的光芒无法遮拦 因为他的火种 来自五四 在当时来讲 这是非常惊人的语言 在当时中国 没有人说这样的话 都一直观察他 好好好 忽然说就这样声音来了 太阳人主义了 就是我一直看他 人越来越多 人越来越多 所以第二天清晨 我们再到这个地方看 就在这个事时候的 这个大字号咒译 提了许多大字号 我们一看有两类类型 一类是 太好 赞美 人事时候了 一类就是 是什么时候了 是你们什么 反革命时候了 这样的话 这是两类 于是这两类 就代表两类 就开始争论 争论的这个大潮 就展开了 就是张言兴啊 沈志宜 他贴出那个前校的大字号 什么事实的后两 贴在了 明昭跟他们是一起的 我们当时是没有成交 这类活的 而且从思想上也 应该坦白讲是不赞成 对党听一见 整风可以 不要这样子情绪化 有点下午 北大学生真厉害 一下子瞒了大字号 就数不清多少 所有的墙壁 全是红纸 这个北大学生真厉害 于是又引发了 这个对中国问题的认识 其他大字号 哲学系的这个论文化 就贴了一张大字号 就是我们的一个大胆的建议 一个大胆的建议 有开辟自由楼坛 当时我看到以后 我马上就会了数学系 我邀请了张军中 杨鲁 还有千尔平 我们四个人 就写了一张大字号 就是自由楼坛显言 自由楼坛显言 我们提出的机枪鼓壤 去写了当务负责者 尤其是民主百姓 东西的我一下子就去招 在这一时期 林昭发表了组织性与良心的演讲 并写了诗的大字报 进行论战 所以他是一个校里面有了名的人物 我们还有一个王国乡也是这个情况 他是写了一篇 有头脑的人不要这样想 那个是人民日报给点了名 那个就是 那份是很有思想 我写了一篇文章 有头脑的人不要让他想 我认为解法以后 主要的问题是在个人崇拜上 因为由于个人崇拜了 言论思想都不能有自由 像韩天荣写的一注赌槽 第二注赌槽 第三注 第四注赌槽 第五注 第六注赌槽 其实就是一 一赌槽命令的大字报 大字报 在北大反右的后期 林昭已经知道了反右的内幕 然而 在批判张元勋的大会上 他却跳上了桌子 一赌槽命令的大会上 唯一我们现在走中文性的大会 大会怎么 有党员 轮上讨罚 讨罚我 生死历史 游人死 这个林昭 他愿了给赵元勋呢 他的关系并不是特别密切 虽然都是红柔的 一开始的话 他批评赵元勋 其实不应该 好像什么 但是后来 到批判有牌的时候 后来完了 变成了人身攻击 后来林昭跳 林昭跳出来讲话 他一定是个女孩子 站桌子 站桌子 女孩子 你们玩呢 夜间 在这个夜色朦胧中啊 看不清林昭的脸 声音 非常好听 林昭的声音 是什么声音呢 是女中音 不是尖锐的 是好听 女中音 在家的苏州话 这普通话 非常好听 大概用南话 叫跟嗲说话声音 原来 讨怕我那个 恶浪 立即 静止 林昭跳出来讲话 他说 今天晚上会开的 是什么会 是演讲会 还是斗争会 斗争会 是谈不上的 因为今天 不需要斗争 斗争谁 斗争是安心啊 他有什么地方 觉得你们去一斗 用你们这 请你们这些先生 他刚才发言 我都认识说 都中文艺党员说 处犯他们的后管子 你给他担 他担大抱歉 话音还没讲完 这个这个这个 后边就有一个外戏 就是不知谁 你是谁 叫什么名字 这是无聊的东西 叫林昭跳出来 你是谁 黑夜的这样 看不清 你有什么资格 问我 你供奸法吗 还是便衣密探 他说我告你吧 我可以告你 没关系 武松杀完人的话 还写杀人 再打负武松也 我林昭还没杀人 我告诉你 我姓林 双木林 招 刀在口上之日 你看看 张革虎就是 就是非常精彩的话 他把他名字破着 刀在头上之日 他说 今天 刀在口上也好 刀在头上也好 不考虑 既然来了 就不考虑刀在哪里 我当时只刚二十出头 刚过完了二十岁的生日不久 对我最大的一个批评就是什么 你 你一个七八年的共青团圆 你为什么要在七八天之内 就倒向右派分子这方面 我非常非常惭愧 当时开出我团棄的时候 我没有别的 我就是眼泪 而且我哀求 希望党 你们不要抛弃我 当时是这样 我当时我说 我相当苦闷的 就这个斗争了 非常激烈 在路上也不敢打招呼了 我跟任何人都要 右派同学之间也要划清界限 我教过林昭的一张字条 就是交给组织上了 是为什么呢 那个字条上写着什么 上头写着是 此时无声胜有声 我觉得这个条子本身 这种情绪也是不好的 而当时 我已经把我所有的日记 我从十二岁开始记日记 就是那么一大落 都交给组织了 整个党中央毛组 中央写拿出嘴的 说要反右派 那么也不必再坚持下去 那更另外一个长头落叉的 不能光是这个头去做的 我们也是无能为力 对他 其他的一些右派 那都是后来 上去的 所以林昭 化右派 我们现在回想起来 都好像觉得我们班里面 都没开过他什么什么批都会 但他已经就是 就是这个状况 519运动之后 今有八千多人的北大 就有八百多人被打成右派 当时所有的右派都检讨了 陈锋孝有没有检讨我不知道 谭天龙我知道他也检讨了 所有的右派都检讨了 这次林昭 我知道他坚决不检讨 他还敢在会上跟他顶着 这次林昭一个人 人家说你把你的观点讲出来 他说我的观点 他说应该人人平等 自由 和睦和爱 不要这样 咬人 如果比如说你们一定要这样 这样干 那么就让你们去干去 好像这样的社会有什么好吗 当然不好吗 他就是迟了裸的对当时的政治生活 表示反对 那时候我们都不敢 反正爱豆腐只要自己快先讨计去 快一点过关 那么就算了 在1957年开展的反右运动中 全国有55万知识分子 被打成右派 占全国知识分子的十分之一还多 1957年 567 红楼核定本 这样写道 从反右斗争开始 编辑部陆续做了组织清理工作 开出了全校著名的极有分子 张元勋 李任 林昭 王金平 在狱中 林昭在给人民日报的公开信中这样写道 青少年时代 思想左穷 那毕竟是一个认识问题 既然从那臭名远扬的 所谓反右运动以来 我日益看穿了那伪散话皮下 猙獰的罗沙鬼脸 所以我断然不容许自己 堕落到干为暴政奴才的地步 听到他的认识能力 他看到的东西 坦率说 他在反右的期间 反右还跟我交谈 他说我都没敢吭声 因为我真的听到 他跟我谈了很多 这话谈了很多 我现在从来没跟别人谈过 谈了很多话 但是 平行的人 并不是他的能力 或是他认识率特别高 这是常识的问题 实际是常识 因为我们处于一种历史的低谷 常识就是方钉 你觉得常识就是方钉 实际是那么不及 为什么了不起 已经整个反右派已经到了尾声了 几百个右派已经打出来了 一天偶然 我到那个南小梦外面 海淀 别他都在海淀 海淀一个小店里去吃草店 一定要开门店 他们就看见 印象之后也在吃草店 自我一堆秀 别他就学生 都没法说话的 他太起头看了我一眼 我也看了他一眼 就这样默默地 就这样对视了一下 这就是永远 绝对没想到 这是最后一眼 此生的 和以前你认识的领导有什么变化 我觉得比以前更加圣洁 更加圣洁 也是苍白银寿 一种圣洁的光辉 那是因为经受了这一次 所谓阳谋 所谓阳谋 所谓阴色彻痛以后 那一种内心的创造 他是暴力理想 来参与这个组织 所以他这么觉得 我为了组织 我可以欺负我的东西 所以他为了他的组织 他为了他的组织 但他有良心 他良心就是说 他有一个基本的组织 就是反对组织 他只要看的组织 他就不高 包括对他自己组织 所以他对自己 对他的亚伯台是反抗的 他就构成了一个 所谓的良心和组织性的矛盾 是吧 那么到了今晚以后 是吧 他就有一个根本标 就是对这个政权 有一个基本立场标 他以前是承认了 拥默的 在这前提下我 我记住 后来他就发现 他所面对的 不是一个个别的问题 变成是一个整个 一个字幕的问题 那么他实际上就有 吃的费用 你也就是说 他就是反抗的极权 这一步 他是翻译后 卖出来的 关键的一步 那么这一步 就不是很明显 卖得过来的 所以后排就不一样了 林昭在狱中 曾用血书这样写道 每当想起那惨烈的1957年 我就会痛彻心腹 不由自主的惊乱起来 真的 甚至听到看到 提到那个年份 都会使我条件反射似的感到巨痛 这是一个燃满中国知识界和青年群之血泪的 惨淡悲凉的年份 假如说在此之前 处于暴政下的中国知识界 还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气的流露 那么 在此之后 确实是几乎被摧残殆尽了 一直在等 心里一直在笑 笑这个疯了的党 这事情 那个时候我们只感到痛苦 从来没有 没有想他们 就是 我这个 这个党真是疯了 我就想 这个22岁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就烂熟于胸的北大物理系学生谭天龙 被打成右派后 在北大右派劳动的苗圃 和林昭相识相爱 所以我跟他相处 我们 这个思维的那个类型不大一样 不是毛泽东的思想情况 决定中国革命的进程 反过来 中国革命的进程 决定毛泽东的思想情况 而且我 我自己嘲笑自己了 我是马克思的那个原教族主义的 我就是说这是马克思原来的观点 现在的观点在我看来都不是毛泽东 都不是马克思的观点 马克思认为经济决定了 经济决定政治 决定上海这样做 对 而是得决定了 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的讲话中说 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些右派 这些右派是要打倒我们的 对这些右派 现在我们正在围剿 这是一张 林昭在北京大学和物理系同学 李雪芹的合影照片 照片的背后有一首诗 因怕惹祸 这首诗在那个年代 被照片的保存者涂抹掉了 我只能一袭看出 1957年10月23日至雪芹 林昭 他特别的热情 他特别的关心人 那个时候我是湖南来的 穿着也比较丑了 也比较香气 还把那个好看的一个送给 那个时候呢 他知道我爱到了王国相 我来到茶店去了 他找段联系了 他跟我把地址 给我找到了 他这个人呢 那时候非常激励 他能够善解仁义 这个感情太疯忽了 他要爱的就太爱了 他恨的太恨 特别的激怨 知道吗 特别的走气的 我到这家预恨到 真充满了火药 我也活不成 后来步枪面接着病死了 他不要命啊 夜里不是气的 睡不到觉啊 夜里写诗啊哭啊 他妈都知道他 跑到外面去哭啊 晚上去哭啊 他早就有情绪 这共产党的政治 早就有情绪 那些丝都是喷出来的洗 我没醒出来 我没有感觉醒出来 这主要是您是搞理科的 搞理科的 搞理科的吧 我跟你讲我跟共产党 有不同的关系 有点不同 我跟你讲不一样啊 我是农村生长的 嗯 我就死咬 就怎么 王老师傅代表王命的理 他就没有这个事情 可能不知道 他一直是上海的被租生活 对 他衣服都是送洗衣店去洗 平常理尚往来啊 你看他有经验册 然后司令给他提辞 完全是俄罗斯的贵夫人 我们见都没见过 知道吧 什么时候都看过 那不一样 他可能不是 但是他也真是代表了 中国的先进的资产阶级 我跟你讲 嗯 这个无产阶级革命 他是不接受的 不接受的 要不他恨到这个地方 因为中国当时 那个问题说了 中国当时进行 无产阶级革命的尝试 进行的尝试是成不了 他呢 作为这个代表 那个资产阶级绝对民主自由 来反抗 遭到灭电之灾 是很明显我看得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多残酷 经过几十年是失败了 不可能 所以他要唱国际歌 什么的 他要讲马克宗的讲错 不是 他不是代表人 他就是代表中国 先进的资产阶级 但是现在资产阶级 成功不了了 掌握不了钱了 一看七五几年是 这不就死了吗 为了中国的自由民主 为了今天这样的日子 死多少 他就是一个 我们人还是比较无知 排挥在社会主义之间 不太清楚 就活下来了 这么回事 知道吧 不想他那么纯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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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暴风雨的夜里 我怀念着你 船外视野 路后的风雨里的雨滴 但是我的希望 飞出去寻找你 在反右运动的后期 林昭写下了这首歌曲 这也许是中国现代史那场最重要的反右运动中 留下的唯一一首不同声音的歌曲 打成右派的林昭没有被送往农村 而是被系主任罗列先生照顾安排在人民大学资料室劳动改造 在这个资料室中还有另外一个为臭名额而打成的右派 叫干脆 平常也是一块进一块出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经常在一起进进出出 这人的眼睛就有反应了 在组织上就找我谈话了 所以你们两个右派不能谈恋爱 所谓我跟他恋爱啊 不是我们两个自己 用现在话说什么建立恋爱的关系 而是组织上给我们安下来的 这安下来本来还没有那个关系的 这一说法呢 这一弄假成真了 越不中我们两个谈恋爱了 他的性格和我的性格呢 咱们也要谈给你看 咱们有意思的 手拉着手那个时候快着 在那个时代跟现在不一样 男的女的快着 在人民大学校园里头找给他们看 在这里 林昭完成了海鸥之歌和普罗米修斯受难日两首长诗的创作 并且每一个星期天都带干脆去王府井教堂做礼拜 给没有一点基督教知识的干脆讲圣经的故事 中文字幕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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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肯定登記 結果我去辦的時候得到一句什麼話了 黨總之書記說 你們兩個右派還結什麼婚呢 因為我們談戀愛他管了 我們沒理他 而且反抗得更強烈 說這樣肯定的 說這樣的話咱們不可能結婚 沒辦法他不批嘛 結婚被校方拒絕後不久 乾脆被發黑到新疆農二師老改營 在那裡他度過了地獄般的22年 林昭離開北京 回到上海母親身邊醫病 他還經常回蘇州老家 他在那裡 就定量了 定量說是每月六十幾 很快又改成五十幾 那到後來就不說多少錢了 就說是比方說幾個量 幾個量比方說一個量 一碗就叫一個量 一個窩頭叫一個量 六零眼春天 哎呀 我那個農村裡面 那個那個 東出都傳了死人的消息 中學的是很小的縣 一個縣成四千人 父親就是農村所包圍的 晚上可以定量遍體的苦生 哎呀 我對我肚子是才是不行啊 後來 怎麼我的腿腫起來啊 我知道 這是極樂性的浮腫 不要可以 男的如果這個腿腫腫了 這離死就不太遠了 女的如果臉腫腫了 這離死也不太遠了 如果你就不能夠再控制 這個時候如果你不能控制 不能飲不住幾個 都要多喝水的話 那死就更快 人死到最後 以後又要寫這個證明嘛 都是寫有什麼心腸病 肝病什麼什麼什麼 救治無效 張維中那一年差點沒死了 他那個 有一個 我管的隊是修養隊 還有一個兵號隊 他在前面這排 我們在後面這排行的住 有一個大屋子生火 那個生火挺老的 要死的 發現要死的 能夠搶救的就給送去了 有那死的根本就不發現 夜裡頭就是突然就死了 把他送去搶救去了 搶救用什麼搶救呢 就是一點黃色面 一點葡萄湯 這個醫院病毒的這個特點 一個的話呢 知道死了 一般都不發燒 都是溫度低 有一個特點 還有一個特點 你也知道你死之前的話呢 你胃口還好 還想吃東西 都是這樣子 正在我的日子難過的時候 臨著從傷害 給我進來 這是六零年的成年 進入我進來 我拆開 寫了兩張紙 他們有一個小包 另外有一個小紙包包 跳到地上 我看見這個紙包包 年起來 一看 一拆開 一張兩票 兩張兩票 三張兩票 四張兩票 七張兩票 三張兩票 三張兩票 三張五金五金的 全國同用兩票 啊 我接個兩票 當時我眼裡就去留學 太感動我了 後來我才看信 先說 大醫師這樣啊 我知道你很困难 我也很困难 但是我很瘦而且吃得很少 因此把过去解药下来的这一点两片寄给你 所以当时我家到林导 我确实苦了一场 后来我给他回信了 我说当然很感谢他 当时我本来每封信都写上 希望我好好改造周日这条帽子 回到人民的怀抱 后来他又给我回信了 大概意思就是这样 他用文言文学的 无疑祖先同诸人也 足有靠岸无疑口呆 在这本《中国左祸》的书中记载到 1959年到1961年 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的人数 达四千万人左右 达四千万人左右 那时候已经差不多到夏天了 那时候已经差不多到夏天了 那边已经有点菜了 有点萝卜啊 有点什么东西了 我们身份有点点的 可以什么改善吧 就是最荒唐才会饿死的人 你们当时有没有一些思考或是什么 没有 当时只有活命一条一个想法 只想我怎么活命 我如何保养自己 如何解决自己体力 如何充分利用 给我们这个康啊菜啊 这些东西 把自己活 因为答案已经很清楚了 我早就说过了这个话 对这个事情早就论证过这个问题 那么现在到这个程度 那有什么可说的呢 在同一两封信以后 我就决心 他再也会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也不断的决心 他再也会有回 当然我心里要知道 可能是事 但这什么事 我没办法 1960年10月 天水参与星火地下刊物的右派 与当地群众三十多人 遭到普杀 同时顾雁在上海被捕 判刑17年 关押20年 林昭在苏州被捕 林昭的父亲知道女儿被捕后自杀 张春元逃脱 几年后被捕并枪决 至今我们没有找到张春元一张照片 你能不能描述一下张春元是什么样的 很敏锐看一些问题 看完以后他很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他的个子比我稍微高一点点 个子不高 这个人嘛 这个 他的特点 这个眼睛特别炯炯有神 好像是眉心当中有一颗 有一颗痣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 给我们提供了招致这些人被捕 被监禁 被枪决的那份星火刊物的目录 现实教育了我们 也现实把我们推到了这一步 我觉得是就这么个情况 这个东西也不是凭空我们自己产生出来 对吧 如果说开始反右 那我跟讲 是很简单的 老北新疆那么反应 大家聊一聊 结果 哗 等一下就成了个右派 成了右派倒还问题不大 到了农村以后 我们实际结束看到了农民的生活 农村的情况 说实在 我们说 现实把我们真正推到了右派 我们觉得我们是真正代表了人民的 知道吧 农村里面农村干部的那种浮夸 哎 真是 我举个例子 经常参观什么 某产多少多少 放什么卫星 对吧 拍一个照片呢 也是真的很 看起庄家茂盛的很 我们就看到庄家怎么来的 说 连夜把老百姓动员起来 把那些包骨啊 全部移植到一块地里面 还有第二天来到以后呢 真是茂盛的 完了 参观完了以后就 就乌虎哀哉了 你能不能描述一下 这个星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刊物 多厚 就是这个 就是拔开吧 是吧 拔开这么大的 哦 就是这么一张纸 哎 不是一张 就这么大的拔开的印 哦 印有个 第一页嘛 是有个 有个 看头了 然后下面呢 都是一张一张的 就像 报纸这样 没有装定 大概没有装定 没有 在星火的目录中 一共有七篇文章 第一篇 三 是林昭的长诗 普罗米修斯受难的遗志 全诗 共三百六十三行 诗中这样写道 如果他必须以鹰损的牙爪向囚徒证明胜利者的光荣 那么笑吧 掌握雷霆的大神 宙斯 我对你有些怜悯 拙吧 受命来惩治我的雾鹰 任你们蹂躏这片洁白的心胸 牺牲者的血肉每天都是现成 吃饱了 把羽毛滋养的更光润 鹰损着实着你的心肺 铁链捆束着你的肉身 但你的灵魂比风更自由 你的意志比岩石更坚韧 你们都预料到这样的事 有这样的预作 但是呢 就觉得呢 总要有人出来 如果一个民族到没有一个人出来 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 是吧 对 是这样 总要有人第一个人无心想 总要有第一个人出来喊 林昭在狱中写道 每当我沉痛悲愤的想到 那些自称为镇压机关 或镇压工具的东西 正在怎样的作恶 而人们 特别是我们同时代的人 中国的青春代 在这条专政的大毒蛇的锁链之下 怎样的受难 想到这荒谬情况的延续 是如何断送着民族的正气 和增长着人类的不安 更如何玷污着祖国的名字 而加剧着时代的动荡 这个年轻人还能不急躁吗 1962年3月 因林昭在狱中病情严重 林昭的母亲属统战对象 又因为地下刊物星火的主要负责人张春元 没有抓住 公安局采取了一种诱服张春元的手段 同意林昭保外就医 要他保外就医 他不去 他不出来 拉出来 监狱 他要拉入监狱里面的椅子 不肯走 多次一句 你以为他看透了 你以为把我能保出来吗 结果还是要把我抓进去的 后面多次一句 他不走 我要坐穿牢底 斗争到底 他不走 就这么一股徐先生的勇气 不走 后来他妈妈徐先生就派了一个力气大点 马上硬爆出来 拉回家来 保释出狱的林昭回到老家苏州 在这里 他结识了刚红劳改农场 释放回来的右派黄政 那是我给林昭讲的 苏州这个是天父之国 鱼米之乡 李隆那些老头老妈妈 福总啊 吃那个豆渣 酱油汤 这个地方从来是养人的 生人的天堂地方 那都是饿的是吧 饿的 没动没吃 就是六一年的冬天了 农场里 我每天要起来 抬死人 抬出去买 每天不是一个两个 有的那些四五岁 那个小学教师 小学校长的话 那些知识分子的话 看不过来呢 看不过来 倒下就倒下了 黄政 1950年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 1955年 因家庭成分不好 而离开部队 1957年打成右派 在江苏省滨海农场劳改 1960年 在农场 专门负责 埋葬 病饿而死的劳改人员 昨天晚上四点 昨天晚上四点 今天五个 五个我们就要去十个人 十个右派 把他们自己的被子 抱一抱 拿着草绳 两边扎一扎 扎一扎 外面们再用麻绳 一个套在脖子上 一个套在脚上 一个套在脚上 两个人拿一个大毛柱 大柱杆 这么出那个毛柱 横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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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起立路 抬到西之河湖 西之河 西之河 挖了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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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他买掉了 当时就啪啪啪啪 买了 买掉了 买掉了 他有土包包摁了 买了 好 你买好了 那个老背心都看好了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四个 八个 一个 二十个 三十个 四十个 等你走掉以后 他把那个 才埋下去的人 把他翻出来 翻出来 翻出来的要什么呢 要衣服 要被子 书北的老背心 穷得连被子都没有 那时候我们也知道了 你不是天债 是完全是政策上的失误 有关 9月24日 令人十二十七日 中途八年十五千人 不再到达 买了 坑 法人 当年 九五千年 百云国正义 特别的 五川阶级 四川阶级的目的 更加高 和送明的重量 无法度的观点 即可多年 在整个社会主义的世界上 四川阶级 都能使用 四川阶级 都能使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活必须要改变 我那时候不对 我那时候很相信毛主席的 也相信共产党的 我说共产党肯定要在全世界胜利的 而我这个还不是什么抽象的共产主义 就具体的中国共产党 苏联共产党 这些共产党要在全世界胜利的 人类呢要生活到在共产主义的环境 这个时代里边的 当然这几年是犯了错误了 三年 我跟他这样讲 这样讲的人都觉得 他能跟你没什么讲的 给你没什么话好讲的 没有共同语言了 有一次 他去看望了新砖时期的班主任 胡子恒先生 他知道我不要 有意思啊 我很想听你 我疼听你的话 都是听你的 你教会我很多的道理 根本道理 但是你没教我怎么做人 你自己没教我 他那做人是大人和的了 什么就是那些坏东西 但是我不能理的 我说你不要这样的 我说你不要这样的吵来 他怎么破装子打扮的 比如说我就怕能听着 那个时候是个什么时候 我把门关起来 我一个人办个事 但是人和走在这个区的呢 我说你不要这么吵 你吵干嘛 那你跟我讲什么 讲这个事情 那我说不行 那是春门那语 你骂得说 其中还讲这个故事 我现在记不得了 那故事顺彩啊 是扶持我 这些牛这些人的愚昧无知 到现在还不觉醒 在狱中 林昭给人民日报的信中写道 长期以来 当然是为了更有利于的维护 你们的极权统治与渔民政策 也是出于严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 双重影响下的深刻奴性 你们把毛泽东当作披着羊袍的真命天子 竭尽一切努力在党内外将他加以神化 运用了一切美好迟早的总会和正确概念的集合 把他装扮成独一无二的偶像 扶持人们对他的个人迷信 他那句话不是一两句过去说 有些右派的帽子讲究 他有系统的 有理论的 对那些东西 正是我们现在要改革的 这不是今天 就是说 不是这个 一向能够完成的 他讲的事情现在看没错的 嘿嘿 他都看了一些问题 但是那些现象 这些现象都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 不可能在五十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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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那句话 在当时都犯迹了 如果我跟他同情和他一样谈的话 要扑扑了就回顾得发的密包子 就回 在当时那个政治挑衅下来 他那一句话 每一句只要一几点一句话 我是同情的 或者站在一起说话的 我就可以被他 林昭在狱中写道 林昭在狱中写道 诚然我们不惜牺牲 甚至不必流血 可是像这样一种自由的生活 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办法 使它在血泊中建立起来呢 中国人的血历来不是流的太少 而是太多 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的遗址上 政治斗争 是不是也有可能 以一种比较文明的形式进行 而不必诉诸流血呢 林昭和黄正共同起草了一份中国改革方案 提出了八项主张 然而他们的活动早有人监视 林昭入狱后 黄正也随后被谱 并判刑十五年 在我采访的过程中 陈伟思先生是唯一看过林昭档案 而又接受我们采访的人 1981年 他写了《林昭之死》的文章 刊登在《民主与法治》的杂志上 然而事后不久 林昭的档案、资料被全部封存 你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你参考了哪些资料写出来的? 我到那个警安分局去看了这个林昭的档案 当时呢 这个 因为是 虽然是一个民主的开战 可以看到了 但是呢 还是小心一点 有许多重要的材料 也不敢写上去 不敢写上去 当时的档案你都看到了吗? 都看到了 都看到了 都看到了以后呢 还是 就感觉到这个 这个文章呢 就像 就 就转空子一样的 就转出去 转出去 再讲 对 所以说呢 保留了不少东西 到现在也非常 非常可惜 林昭在狱中写道 光是撂靠一事 人们就不知玩出了多少花样来 一副反靠 两副反靠 时而平行 时而交叉 最最惨无人道 酷无人理的事 无论在我绝食中 在我胃炎发病 疼得死去活来时 乃至 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下 月经期间 不仅从来未为我解除过撂靠 甚至从来没有减轻 比如 两副撂靠中 暂时除掉一副 档案里有血书吗 有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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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 血书 写在什么上头的 写在一张那个 那个黄的 这个 黄的纸上 所以说呢 仔细看起来 就不太好看 认不出 认不出来了是吧 应该出来 开始看还能看 嗯 经过这么多的年 这么多年时间 这个 这个 眼神也退了一天 有没有写在其他地方的 比如说写在布上的 衣服上的 啊 那些血书 衣服上没有看的 哦 他档案里头 大部分 是什么内容 都有哪方面的内容呢 审讯笔录了 什么东西都有 哦 听说那些笔录 审讯他的笔录 他的回答 林昭的回答 是十分精彩的 是吗 对 那我看到 半天 你想了 你不可能 这个很细致的看 最主要的一点呢 就是说呢 我们对那个民族的看断 有信心 但是也不放心 也感觉到 这是 这是很危险的意思 这个彩虹 林昭在狱中 曾用血书这样写道 这怎么不是血呢 阴险的利用着我们的天真 幼稚 正知 利用着我们善良 单纯的心 与热烈激昂的气质 欲以煽动 加以驱使 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 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和残酷 开始要求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 就遭到了空前未有的 惨毒无疑的迫害 折磨和镇压 怎么不是血呢 我们的青春 爱情 友谊 学业 事业 报复 理想 幸福 自由 我们之生活的一切 这人的一切 几乎被摧残殆尽的 放送在这污秽 罪恶 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 这怎么不是血呢 在我们面前摆放着的 是林昭给人民日报的一封信 以及其他的文章 共十四万字 其中很多部分是经林昭滕超的血书 这是一位警官冒着生命危险 这是一位警官冒着生命危险把他拿出来的 至今我们不知道他是谁 叫什么名字 就我们目前所知 剥夺了笔和纸的林昭 在狱中用自己的鲜血和发卡 书写了二十余万字的诗歌文稿的血书 这在人类思想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林昭曾在狱中的墙壁上 血书写道 不 不 上帝不会让我封的 再生一日 他必须保存我的理智 与同保存我的记忆 但在如此固执 而更加阴险的无休止的纠缠与逼迫之下 我几乎真的要封了 上帝 上帝 帮助我吧 我要被逼封了 可是我不能够封 也不愿意封啊 林昭在狱中的情况 狱中的工作人员 没有人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 至于害死林昭的这批人呢 害死林昭这批人 现在还在听说 还盘踞高位 听说还盘踞高位 但是我不知道什么人 但是我不知道什么人 我听说 我听说 上还有人 盘踞高位 这批人 也不愿意尽 这批人 也不愿意尽 这批人 也不愿意尽 看见到了一封 林昭在狱中 写给他妈妈信的残片 写作的时间不详 信中写道 你弄些东西摘在我 我要吃啊 妈妈 给我炖一锅牛肉 喂一锅羊肉 煮一只乳猪头 再熬一两瓶猪油 烧一副蹄子 炸一只鸡或鸭 没钱你去借 月饼年糕 混沌水饺 春卷锅贴 林昭一口气 写下了五十六种要吃的食品 在信的结尾 他写道 写完了 自己看看一笑 他随即提示一手 陈世几逢开口笑 山花虚插满头龟 举世皆从盲利老 谁人肯向死前修 至于女儿的爱意 我的妈妈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二日 林昭在狱中写了一首 悼念舅舅许金元的诗 四月十二日 沉埋在尘灰中的日期 三十七年前的雪随附记忆 死者已逸 后人做家计 但死一腔血泪 舅舅啊 生女在红色的牢狱中哭你 我知道你 在国际歌的旋律里 教我的是妈 教妈的是你 假如你知道 你为之牺牲的亿万同胎 而今却只是不自由的罪人 和饥饿的奴隶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在狱中关押了近四年的林昭 接到了上海市靖安区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 按林昭的原话说 夫自有政治起诉以来 未有如此之妙文业 林昭接过起诉书 对他进行了三千七百三十九字的评注与批判 起诉书写道 林昭确定了实行私人办场的经济路线 妄图搜罗各地的右派分子 在我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林昭著约 正确地说 是计划集合 昔日中国大陆民族抗暴运动的基因分子 在这古老而深厚的中世纪的遗址上 掀起强有力的 划时代的文艺复兴 人性解放运动 1965年5月31日 上海市靖安区法院判处林昭徒刑二十年 林昭接到判决书后 刺破手指 在判决书的背面写下了判决后的声明 昨天 你们 那所谓的违法院 假借和盗用法律的名义 非法判处我徒刑二十年 这是一个极其肮脏 极其可耻的判决 但它确实也够使我引以为叛逆者无上光荣的 它证明着作为一名自由战士的林昭 武智清朝大捷正气 武智清朝大捷正气 因为这种死去必定在情况下复获 这是五十年代林昭新端时期的同学朱郭先生 今天 他带着妻子林中时的遗言 去千里之外 看望一个他素不相识的人 那么 然后我一个人来看你 结果呢 他312号去世了 所以我现在不是一个人来看你 我现在是代表两个人来看你的 就是说 你是了求我一个心愿 那就是说 我代表两个人来 家庭文化 讲下去 我现在是希望你保重 是 我这个人啊 你不打烫眼泪 因为过去的生活使得我们非常的硬 对 对 我也不烫 张元勋是接受我们采访 并同意我们拍摄的 唯一一位在监狱见到林昭的人 这个1957年北大519运动中的点火者 因组织刊物广场 而被判处徒刑八年 1966年5月 刑满释放的张元勋 凌然妄死去上海的提兰桥监狱 以未婚夫的名义看望了林昭 他也不敢想到 进了一个院子 进了一个院子 就有一个人等着 这个人家 后来我们知道是监狱的副监狱长 姓段 他直接冲我说 张元勋你来了 我经过研究的 我很欢迎 希望通过你跟林昭的关系 能够感化他 使他反而悔悟 好好改造 其实他说的话也是我自想到的 我也希望是林昭能够策略一些 是因为事故一些 能够躲破这个 能够保存自己 是为了这个东西 不希望付出后来那么大代价 牺牲自己 找我祝福 他回来他说 当然了 张元勋你知道了 我们监狱里面辞行 他知道我在监狱里面 你知道了 这个界限得你们照顾 如果你敢于在这个界限过程中 有任何行为 后果很严重 那好吧 你现在跟着跟着我去 这个段监狱长就领着我们 继续往李院子走 一直走到 最后一段 不能再往里进了 抬头一看就是铁门 李院就是监狱 脚步上 很乱 我以为你知道了 不是金律平武警 十几个人 都带着枪 这是我从来没见过 结阅的这个剧片 就是前面那一片片子移的 都做好了 然后有听见叫武响 就临上来了 终于进来 后来 又来武警 大家想再往 就跟他回来 你想多严重 就对他看压 真是 可以说一级看压就是 上边穿一件浅 好像白色的衬衣吧 因为那是五月份 很脏 外边披着一件 披着一件 好像假的外套 也都非常破旧 这个头发很长 白头发最明显的就是三分之一的白头发 头顶那个手绢 手绢 手绢又学写冤 另外手机抱一个包 抱一个布的 旧布包 他一进门啊 站着 看见我 我也看见他 那时候很重 焉然一笑 整个屋里面走 回来 回来他那个 他那个旁边那个队长说 从来没见过他那种笑 林昭在一次绝食苏醒后 咬破手指 在监狱的墙壁上 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生命似家树 爱情若利花 自由昭灵处 心心迎日华 生命微然在 爱情永无休 愿寻自由死 终不甘为求 还买个人家蛋糕给他 很高兴 拿着常规 我提包拿去了 我当时对干嘛说 我说这个 你得检查 你毫无疑问 不检查 哪本呢 是钳子 拔在原装盖 那原装的盖 挑开 挑开 用铁钳子 都查 没有 然后蛋糕 每一个蛋糕都是铁钳子 都检查完了 然后干嘛说行了 然后 一下推给你着了 你知道 接着拿个蛋糕给我 说你吃一块吧 我请你 我因为当时觉得送来太难了 我去吃他干什么 我说不吃了 我说你这太难得到 不是你吃了 我说你就等于请我 所以后来拿蛋糕再吃了 然后 咬一口干 接着他就朝 身后的跨枪说 给我倒杯水 就那么不客气 那个人就手抄门一照 外边马上就有个人拿暖瓶子进来 那个野川警符 拿一杯子 我进来以后 哥说了 结果他那个女医生给他倒了水 他一边喝水一边吃 就那么那么从容 屋里非常安静 好 他说我送你一样东西 当时我就很难想象 他能送他能送给我什么 他有什么可送过 但他进屋里就带了一个破布包 在布包翻它 最后翻它那个 仿佛一个纸包 最后就我觉得非常好奇 什么东西里面是什么的 一知道这东西都拿出来 没看清到什么东西 到跟前了 我现在知道这是个翻船 那这就是翻船 就是 长风破浪会有事 卸挂云翻济沧海 这是意外的事 他说我现在车子又要给你讲 我外面死了被他们杀了 母亲 和妹妹弟弟都 从桌上 你多多的关照他们 关照他们 他们太可怜了 千万千万 说完以后 哭了 由于林昭在狱中的坚定抗争 也使他遭受了惨毒的折磨 有一次 林昭被一个女狱警勾打后 林昭写道 我默默抠着墙上的血点 只有想到那么遥远 而又那么切近的 慈悲公义的上帝时 我才找到要说的话 这个满腹委屈的孤愤孩子 无声地祷告过 天父啊 我不管了 邪心不死的恶鬼 这么欺负人 我不管了 我什么都不管他们了 不管了 比如当时上海被枪毙的那个王生游 他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人 他的马斯主义的理论水平非常高 他能够用马斯主义来批评 当时的一些现实情况 来批评毛泽东时代的一些做法 那个人已经很不错 但是林昭是不局限于马斯主义的资源 而是找到了西方更加 传统更加深远的一种资源 找到基督教资源 这个还不是在文化层次谈资源的问题 林昭一旦有了这样的资源之后 我觉得他心中跟上帝之爱就连接起来了 林昭从我们现在所读到的很少的文字中可以看出 他在平时的表述和诗歌中都喜欢用苦难这个词 他用那种上帝的深爱来看我们的云云众生 感到我们这个大地上苦难很多 所以他就有一种非常深厚和宽广的爱情 甚至是对他所批判和反抗的对象 也是带着那种爱情 带着那种卑鄙 带着那种卑鄙 那种卑鄙 他那短短的续言性的第一节 在半天之中一气呵成 相信 凡读着他的人们 都不能不感觉到其中深沉而赤裂的悲痛激情 就是他自称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知识 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知识 这有一个可能 这一点我就一可能更重大 就是他对于自由有一个解释 他说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 只要还有人被奴役 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美的自由 这是一个 知道在中国的 进入学院的历史 这样允许对自由的战役就说 他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我 即使奴役他人者同样也不得自我 他提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他一再反省自己是坚定于幼稚 但他反省自己幼稚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意识到 就是这样欺奏自己的时候 是有可能被利用的危险 所以他要去提出一个命题 他说当我们伸说暴政的奴役 伸说这个暴政奴役 我们不愿意努力同时 我们自身不能我们反抗这个 但是我们不能够建立一种新的形式的奴役者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的历史教训正好除了这样 在林昭写下这些思想的两年之后 毛泽东在中国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中文化大革命 中文化大革命 1965年 由上海提兰桥监狱所写的 林昭在服刑改造期间 重新犯罪的主要罪行中 这样记载道 林范关押几年来 一贯拒不接受教育 书写了大量的反动学书 如 林偶叙语 约十八万字 基督还在世上 不是练习 也是练习 练习二 练习三 鲜花开放在悲壮的五月 求是哀志 求生词 自荐 血师提医 血医提拔 等数十万字 虽经工作人员多方教育 并采取了单独关押 专人负责管教 家属规劝 等一系列管教措施 但林范死不悔改 公开扬言 永远不放弃宗旨 而改变立场 这是林昭在上海和母亲 妹妹 弟弟 所住的房子 这是哪一间房 是这一间 好 请你看一看 我说明一下 这就是原来 这个是许仙明家寄的 我们呢 现在要纪念他 要出一本书 开分他的土地 许仙明是谁啊 原来的住户 这里原来的住户 你老师 就是你老师 你以前也是到这儿来的 一直到这儿来的 一直到这儿来的 就是到那个林昭的来 到他妈妈这儿 都有 还有很多人到过这里 什么张成元 什么都是到过这里 你看看 这个仓况 这个仓况纪念 这是 对 这是他们 当时也是 好像有点 拉开的样子 嗯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仓况总归 还是这个仓况 嗯 还是这个地方 就在这所房子里 林昭的妈妈 听到了楼下 索要五分钱 子弹费的声音 当时 林昭的妹妹 彭令范在场 这是她的一段录音 就在 1968年的 5月1号 下午 她进来以后呢 她就是 嗯 我米其林是 你的老家属吗 她说是 她说 你女儿被枪毙了 不 我五分之三费 当时我母亲呢 听不懂她的话 我在旁边听懂了 我母亲听不懂 后来她就 怎么让你们 嗯 那五分之三费 我就 找抽屉给她了五分 她后来还 叫我母亲 签一个字 后来她就走了 嗯 我母亲的那个时候 就 疯过去 我们后来知道 她是 4月29号 被命 刺激 林昭的妈妈 这个抗日战争中的 井国英雄 热情帮助过 共产党革命的 民主人士 七年之后 死在上海的外滩街头 有人说是被人打死的 也有人说 抱病而死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会想起 山那边的灵灵 在冷漠七米的夜晚 在白茫茫的 七地中 孤独的 美丽的 凌然不可侵犯的 这样子 她的光 尽可能圆着 并且走 回来 2004年 一位不愿意面对摄像机镜头 而且身体有病的老人 向我讲述了 1968年初春 她在上海提兰桥监狱 见到临昭时的情景 第三军队呢 仅仅有三个楼面是 是观人的 那个四楼五楼呢 是空在那里 那么当时呢 林昭呢 她是从女范 女范监狱呢 这个 转过来 为什么呢 她那个 就是 大叫大闹的 就是影响周围 这个 环境呢 这些情况 所以把她呢 就是 中转到 三中队的五楼 因为五楼没人了 她是单独的一间 紧闭在那里 有时候她晚上 她叫 要大叫大喊的叫 她都是喊的什么呢 喊的 那么就是 攻击啊 这个政府啊 攻击领袖啊 就是喊这些口号 因为我是 老于饭嘛 所以就是 有时候上去 送饭了 就看到过她 她头上呢 就是带了一个 黑色的那个 人造阁做的 那个 都是一下棉花 做起来的 这个 一个 头套 头套了 那么眼睛也看 眼睛也看得出的 她这个 带一个 带一个头套 是吧 对 这个 一直包着头发吗 整个头都包 整个头都包 就是光露一个眼睛 是吧 是一条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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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缝 哦 就一条缝 是吧 你就光能看到 她的眼睛 主要就是 作用就是 把她那个声音压低了 压低以后 那个声音 虽然听得到 但是 好像五珠一样 就是很轻 这个是专门给她做的 还是监狱救援 这个东西 这个我就不太了解了 当时她带着的时候 是不是头就显得很膨大 很膨大的 对 带着头很膨大 她就光露了两个眼睛 这个当时这个地方的鼻子是怎么回事呢 鼻子看不见 鼻子看不到 但是这是一个鼻孔的是吧 它是不是弄个眼呢 鼻孔是怎么出去的呢 我估计没有眼 它本身就是靠这个眼睛这个缝吸出去 这个鼻孔 就是靠这个缝出去的 就是靠这个缝出去的 就是这个嘴巴就收起来 就是它这个地方就是 就绷得很紧 是吧 当时你怎么知道 这个人就是林昭 因为开这个 这个开批头会啊 这个广播大会啊 它是作为政府就做报告嘛 就是作为反改造反改造分子 领造 怎么怎么 就是政府介绍 介绍 它是有名的 上海市监狱有名的 女犯人中的反改造分子 多次介绍 当时你是怎么看到 看到她的呢 你是从门缝里看到她的吗 不是门缝 就是肩膀嘛 肩膀它是前面都是 贴沙拉 哦 贴沙拉 那个很 就是透明 哦 都是透开的 那她穿着什么衣服呢 穿着衣服 穿着衣服 哎呀 年纱多了 我也回衣服 回衣服起来了 她为什么她自己解不开呢 她这个地方 全部都都都都都都 封起来 封住了 哦 封住了 哦 就是后头 全用绳子给系列 死死的 嗯 你没办法打 哦 那她这样吃饭怎么办呢 吃饭就拿掉 是谁给她拿掉呢 上面有女 女的犯人 哦 你看这样的事情 有点 差不多的那种感觉 嗯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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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昭在狱中 曾用雪书这样写道理 作为一个人 我为自己完整 正直而干净的生存权力而斗争 那是永远如可非议的 作为基督徒 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 我的信仰 为着坚持我的道路 或者说 我的路线 上帝仆人的路线 基督政治的路线 这个年轻人 首先在自己的身体 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这是为你们索性 这是为你们索取的 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 先生们 人性 这就是人心啊 为什么我要怀抱着 乃至于对你们怀抱着一份人性 那么一份人心呢 归根到底 又不过是本着天父所赋予的 侧隐 悲悯 与良知 在接触你们最最阴暗 最最可怕 最最血腥的权力中枢 最恶核心的过程中 我仍然查见到 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 偶然有机会陷入出来的人性的闪光 从而查见到 你们心灵深处 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 在那个时候 我更加悲痛的哭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通过几年的采访 我终于得到临着骨灰的下落 我前往上海 在一所巨大的 安放着数千骨灰盒的房间里 我终于见到了临着骨灰盒 小墓盒上写着 临着生于一九三五年 末于一九六八年 小墓盒上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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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